大家好,我是惡魔人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超合金GIGA ARMA 這個洛克人X 影片其實分成上下兩集 上段的部分我們介紹過洛克人的主要的結構跟他的可動 下半部的部分我們來介紹一下他的盔甲跟他的變形機制 這個玩具的設計概念其實我覺得有點類似 這個聖鬥士星矢 這個聖衣神話的感覺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他一樣跟聖鬥士一樣有可穿脫的盔甲 而且他除了聖鬥士型態之外 他還可以跟萊希一起結合 變成Ride Chaser 其實他就有點類似聖鬥士的聖衣型態 那一開始當然先穿上來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聖鬥士型態 因為他穿裝甲很花時間 我剛才試過大概要在五分鐘左右才能好好把他穿起來 而且他在設計上其實有一些地方有點小問題 譬如說他的肩膀真的超級鬆 幾乎只要稍微碰到他掉下來的機率高達八成以上 所以在這個穿的過程中 其實有一些地方的鬆緊度的拿捏是要特別注意的 那包含說他的腳底板也是一個很大的弱點 就是腳底板其實很容易連這個腳本身一起掉下來 譬如像這樣子 很難直接把它穿或直接脫掉 通常在脫的時候他就會把這個腳板也整個拿下來 因為他的鬆緊度真的不是很OK 好!那腳底的部分他還特別做了黃色的推進器的透明零件 這一點倒是做得相當的不錯 那可惜這個鬆緊度在腳底板的部分是稍微弱了一點 好!所以在把玩的時候這個部分可能大家稍微小心一點 好!腳的部分也把它脫下來 那另外呢 腰帶的部分他是做了一個往前扣緊的動作 雖然結果很簡單 可是他提供一個還蠻不錯的穩定度 這個在鬆緊度上我覺得比聖衣神話的裙甲來的穩固多 再來胸甲的部分 胸甲的部分其實做得還蠻好的 因為他的塗裝你可以看到分色做得很徹底之外 包括金屬的光澤感也都有特別做出來 好!那最後就是頭上的盔甲 這樣就整個脫掉了 好!那這邊順便也看一下武器的部分 他的武器的部分 第一個是他的盾牌 盾牌有點像是飛鱗式的設計 他有兩種穿的方式 一種就是直接扣上去 另外一種是把中間這個結構拉開來 利用這個零件去扣住 這個側邊的這個凹槽 像這樣 這是第二種 那第二種他的設計是為了什麼呢 他其實是為了搭配另外一個武器 就是他的弓箭的形態 那這就帶出另外一個結構 他有點像是剛才那個盾牌 但是這個盾牌呢 他的基底他是為了要裝上這兩個飛翼 你可以把它摻下來之後呢 裝在這個中間的這個插槽 另外一個也是一樣 不過這兩個在裝色的時候 你要注意它是有先後順序的 先裝這個有洞的 再裝這個有卡榫的 這樣兩個才會密合在一起 好 那當然他在使用的時候呢 你要必須把這個角度再拉開一點點 像這樣子 才會比較像是弓箭的形態 那這時候呢 就可以直接把這個 裝在他的手臂上面 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插槽上面 像這樣子 這就是一個超厲害的一個 無敵破壞炮 這是他的武裝的一種變形 其實還蠻厲害的 這不得不佩服 就是說他在 板帶的設計團隊上面 在這一點上面 是真的還蠻用心的 就是怎麼樣利用這個盔甲 但是呢 又能夠玩出很多新的花樣 好 變形到這邊之後呢 我再把它拆掉 因為為了接下來的 這個聖衣型態 就是他的 Ride Tracer做準備 他的Ride Tracer 是以萊希為本體 但是萊希本體 他是一個狗狗 那當然你要先做幾個動作 第一個先把他耳朵放下來 就會像是摩托車的手把一樣 再來呢 這四個角呢 內側都有一個 這個隱藏式的卡榫 然後打開之後呢 裝進這邊 前面這邊有一個 也是有一個插槽 可以裝進去 扣住 像這樣 裝進去扣住 這樣前腳就已經準備好了 那後面的部分呢 我這邊順便 也看一下 這邊有個特殊的機制 就是你拉尾巴的話呢 屁股後面這個地方會跳起來 好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小的機關 好 後腳的部分呢 在準備變形之前呢 也是一樣 先把這個卡榫先打開 然後呢 裝進 後面這個 洞裡面 好 然後前面這裡呢 其實還有一個 小的一個機關 這邊也要把它組合進去 才能夠整個變形非常密合 另外這隻腳也是一樣 先 卡榫 卡住 另外這邊 插進去 卡好 好 這樣就完成了 萊西的變形準備工作 好 再來呢 就把那個飛翼的盾牌 在他手上 先把它取下來 好 有點像飛翼剛剛那個盾牌 先 裝在頭上這個 卡榫之中 OK 好 第一步完成 再來呢 再把另外一個 野象盾牌的零件呢 從下面把它裝進去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要抓準 要稍微對齊一下 不太容易 有時候設計得越精巧的玩具 在組合的時候就會越困難 好 像這樣子 裝好 裝在裡面 再來呢 他的胸甲 放在 前面這個 地方 然後兩個肩甲呢 放在 前腿 好 再來呢 他的 背上這個 裝甲呢 背上這個 裝甲 然後拔起來 背上這個裝甲 T字形的插槽 插在 T字形的卡榫 插在這裡 好 另外兩個背上的噴射 兵件呢 則裝在這裡 也是 T字形的插槽 裝在這裡 OK 像這樣子 好 然後 頭飾呢 則隱藏在屁股上 這邊有兩個 洞可以插進去 是藏得蠻巧妙的 好 上面的部分呢 這個腳的底板 先 彎曲一個角度 掛上去 掛在這裡 這樣子 另外一個也是 掛在這裡 OK 好 像這樣 另外小腿的零件呢 小腿零件 裝上去 裝上去 小腿 好 腰帶 原本的腰帶呢 裝在這個脖子後面 就是 那個 它的儀表板前面 好 最後呢 還有兩個 翅膀 則是 裝在 裝在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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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有點微妙 我們稍微把它往後搬 好像這樣就比較像 摩托車的感覺 比較流線型 好 其實在裝的過程中 真的常常會 這個 固齒施筆 有時候這邊裝 那邊就鬆掉了 這個在裝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好 另外一個翅膀 裝在這裡 一樣把它往後拉一下 變得比較流線型一點 OK 那到這邊為止呢 其實基本上它的 變形的部分 就已經完成了 整個非常帥氣 從原本的 萊西的 狗的形態 居然變成了 一個像飛鳥一樣的 非常帥氣的 這個 空中載具 這也是 在歷代的 洛克人之中 其實我非常喜歡的 一個設計 就是 只要是可以騎襯的 這種交通工具 我都很喜歡 好 那最後呢 當然洛克人本身 你要騎上去嘛 那怎麼騎呢 首先你要先把這個 手的部分 它有一個隱藏式的 一個機關 破壞炮 可以拉開 轉180度 就變成手 然後手呢 它中間有一個 握住 把柄的洞 但是 如果你坐上去 再裝 會不好裝 所以你乾脆把它 直接拔下來 先裝在 這個車的把手上 會比較容易一點 好 那腳呢 盡量張開 兩隻腳盡量張開 然後腳的 這個底板 拉開90度 跨上去 再去調整它的姿勢 那這時候就把兩隻腳 盡量往後 往後拉去 卡住在這個地方 好 那最後呢 再把它的手也裝上去 OK 這樣是比較容易調整姿勢 好 那這樣就 基本上就完成了 就是 多客人就可以騎在它的 這個 Ride Chaser上面 非常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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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佩服 它的設計上面的巧思 這就是 這一次 要特別為大家介紹的 超合金 這個 GIGA ARMA 洛克人 X 還有它的 Chaser Rider 靈捲萊西 可以算是 最近我個人覺得 非常好玩的 一個 變形可穿脫盔甲的 一組玩具 好 推薦給大家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可以訂閱一下我們的 Youtube頻道 或者是 也可以 Follow一下我的 惡魔人的臉書 好 那如果你想要看什麼樣 有趣的玩具 的開箱 那如果我有的話 我就會盡量 拍給大家看 那也謝謝大家的支持 好 謝謝大家 再見 拜拜